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實我現在最長是游到8公里左右 抱歉 八公里是分段 一口氣是七公里 但其實我七公里已經好過我之前很多了 我半年前是一跳下水是由四百米 我已經整身酸遠了 我現在可以連續游七公里 但是我停不是因為累的 所以我還有課的 原因是因為很悶 又沒得玩電話 沒得跟人聊天 沒得聽音樂 但是究竟我還有三個月 我能不能夠完成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想我到我挑戰那天 我都不會游一次在泳池 游一次四十五公里 更何況我還要在海裡 平時有誰救生員 我都需要救生員 如果我出海 誰肯看我游 在海裡游這麼久呢 所以其實真的要憑意志 憑意志 憑天氣 才有機會會完成 所以我覺得 很興奮的地方就是 很多 很多個迷 就算一百公里那些 偽行者 你都有機會睡覺 我沒有機會上水休息 中間可以吃東西都是踢著水游 踢著水休息 所以我覺得是很刺激的 還有我做這個挑戰 我覺得當然 我剛才經常都說 年紀開始大 做運動可以覺得 感覺是更加年輕些 如果成功的話 另外就是我覺得 入行那麼久 其實始終都是運動員 會覺得是憑自己的努力 就是那些成績可能是 掌握在自己的時候很多 我們做藝人 我都做了十幾十年 就是很多東西都是比較被動 反而我現在去鍛鍊的時候 好像我有一個目標 我覺得更加自 更加充實 更加開心 更加有 有衝勁 但家人都很擔心嗎 家人我真的想不到他們這麼擔心我 因為我真的沒有想過 對他們來說 我以為他們會很支持游泳 他們從小看到我 但是很喜歡 但是他們想不到他們會覺得我老 覺得我怕水 覺得我體力不行 低估了這件事 平時我以前運動員 是最保守的一個 但是他們有這樣的想法 我都覺得很感動 媽媽說的話 但是也很感謝他們 最後都肯讓我游 還有我沒有想過 他們說要坐在船上 看足我十二個小時 他們說 我打算你們最後 在香港大學等我 就可以了 但是他們說要看足我十二個小時 其實我暫時最難的地方 是我自己一個人練 所以是最悶的地方 我遲些可能會找一班朋友 跟我開始游海 可能會游長一點 但是暫時是 我有問回我以前的教練 張教練 我應該怎樣練 他就說 你買條橡筋回家畫 你有時候在水裏面 你游不夠 水裏面游兩個小時 回到家再畫兩個小時 去練多些你的肌肉 他說我最後應該不是氣不夠 因為游水可以慢慢游 但是最後應該是怕肌肉負荷不到 肌肉會抽筋 那肌肉會 就是 抽筋是甚麼呢 其實膝蓋底的兩塊肌肉 是會抽筋的 可能到最後會這樣抽筋 因為 還有他們說會塗那些油 就是塗在架底 就是會磨 這樣 因為我十二個小時 四十五公里 我計過條數 是要畫三萬幾下手 三萬幾下手 所以你這樣磨一下磨一下 其實真的會 會損 有機會抽筋 腳有機會抽筋 所以 不知道 但是 很需要大家的支持 可以這樣說 就是很需要大家的支持 我覺得 我會用心去練 游得完是一個很大的成功 但是游不完 我都覺得是很大的新聞 看到時候是哪一個新聞 是否都真的覺得 練多大的身體機能 是真的差了 其實我又 其實說真的 我又真的沒有 覺得自己身體機能是差了 因為 始終 很多人說現在 其實運動的年齡 年齡是長了 去到可能四十五歲 都還可以有好的表現 有些人說 就是 跑馬拉松 由長距離 其實三十幾四十幾歲 是最好的時候 所以 其實我覺得 自己還是OK的 但是 始終 我們現在要游海 那個 的變數會太大 所以 真的到時 對 應該可以的 做善事應該OK的 是 有些人說